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些美洲360 又是我阿隆来为大家播报 三个星期在车团上发生的大小事啦 有什么新闻呢 我们现在立刻看下去 第一则新闻 就是Honda和Xiaovie正式登陆我国市场 这次原厂为Honda和Xiaovie 提供了三个引擎 共四个车型可以选择 其中 1.5S是采用1.5公升的IVTEC自然进气引擎 也就是和City上面的 是一模一样的 再来就是中配的两个车型 1.5E和1.5V车型 它们都是采用VTEC Turbo引擎 也就是Civic上面的 只是它们的动力输出 会稍微低了一点点 然后呢我们来看最高级的RS车型 这个HRV RS 它采用的是和City RS一样的动力配置 也就是1.5公升的IMMV引擎 不过呢它的动力配置 会比City RS上面高了一点点 详细的动力规格 大家可以参考我们旁边这个图表 外观部分 只有S车型会采用外国那个 横扎式的水箱护照 至于其余车型 则会采用一个点撞式的水箱护照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Turbo版本上面 它采用的是Piano Black的设计 至于来到RS版本 则是 Chrome镀铬的装饰 从车测看过去 我们可以看到这款车采用的是一个 雷古背的SUV造型 它有着很流畅的大溜背造型 看起来非常运动化 并且值得注意的是 在V和RS车型上面 它的观传式尾灯 是会有熏黑的设计 看起来是不是更好看了 讲完外观 我们来看内装 它的内装 全系都采用这个 8寸的触屏主机 是不是很好看了 它会在S车型上面 有一个4.2寸的TFT显示屏 可是在其他车型上面 它会升级成7寸的半数位化仪表 科技感更足了 来到先进安全配备部分 这一次HRV全系都有Honda先进的 先进安全配备 也就是 不管你买到什么车型 你都可以享有 注意全面的保护 它的功能包括了 主动式定速巡航 车道保持辅助 前方撞击预警 以及自动紧急刹车等等 售价部分 这款车的 起售价是 11万4800令吉起跳 那根据原厂的消息呢 他们已经接获了2万张的订单 并且目前订车的话 后车期需要长达12个月哦 那你们订车了吗 那如果你还在犹豫要不要订这款车呢 其实我们上个星期就有做了关于 V-SPEC 车型的 新车快速看 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点击上方的小白点 了解更多详情哦 第二则新闻 Honda CR-V 大改款 正式在美国市场发布 这个Honda CR-V呢 它已经来到了第六代的车型 那在这一代上 原厂加大了它的车身尺码 并且在安全性能上也有所提升哦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新一代 CR-V的外观设计 它用上了最新的家族式设计 看起来更为运动化一点 而且你可以看到 它的水箱护罩是Piano Black 钢琴烤漆哦 再加上这个锐利的LED大灯组 是不是很好看呢 来到车测 它的整体变化不大 不过原厂在它的车位具上面加长了40mm 让它看起来更为大气一点 然后再来就是车尾 这个车尾它还是维持了大L型的尾灯组设计 可是原厂经过了一点点的优化 在它的尾门上面 原厂加入了三个小L型的设计 让它看起来更有连动了哦 是不是很好看呢 来到了内饰 这次这款车有着很大幅度的改变 原厂为它导入了CVF1同款的内装 包括了7寸的数位化仪表 以及9寸的触屏主机 那作为家庭取向的SUV呢 原厂也标榜它的中控台 是拥有同级最多储物空间的哦 很适合一家人一起出门使用 动力部分 这次新的CRV分为了两个动力配置 分别是1.5公升的VTEC Turbo引擎 以及2.0公升的Hybrid混合动力引擎 那在这两具引擎上呢 原厂都提供了 All-wheel drive全轮驱动车型可以选择 让你可以轻松应对 轻度越远路况不是问题哦 根据官方消息 新代的CRV将会在今年夏天 正式在美国市场开卖 至于我国市场的话 我们猜测 预计应该要等到2023年左右 这款车才会引入我国了 那各位来伴们 你们觉得这款车怎样 你们喜欢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留言 和我们一起讨论 第三则新闻 Proton X50小改款 不是不是 不是Proton X50 是吉利冰月库 在中国推出了一个全新的车型 那在这个新的冰月库上面呢 原厂就为它加入了全新的外观和内饰设计 同时换装了新的四缸引擎 它有什么细节 我们立刻看下去 看看这款车的一些细节 在外观上呢 原厂为它导入了名为 能量风暴的前脸造型 它有这个很明显的 X字形的特征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外观其实相当激进 不过 我觉得很帅气一下啦 你们觉得怎样 那再来就是内饰 它用上了全新的双联屏设计 再也不是我们在X50上面看到那个 一个 全液晶仪表 还有一个悬浮式触屏主机的设计啦 这个 全新的设计呢 它用上了 10.25寸的全液晶仪表 加上一个12.3寸的 中控触屏主机 那看起来是不是科技感高了很多呢 这一次 原厂也为它重新设计了中控台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中控台的层次更加分明 更加立体了一点 看起来质感是不是好很多嘞 除了中控台重新设计外 原厂也为它换上了一个 全新的电子挡杆 这挡杆的造型 看起来比起之前更为小巧了一点 抓起来的手感应该也会更好 你们觉得怎样 再来就是一些贴心的配置 这一次原厂为它加了 Qi无线充电面板 还有全系都标配后座冷气束风口 就不像Froton这样 它只有在TopSpec才给你啦 那Froton 你要学习一下嘛 那在这次升级上 原厂为了换装了新的1.5公升 4缸涡轮增压引擎 而且它的动力也有提升 它现在的最大马力表现 是181HP 峰值拟力达到290Nm 比起现款的X50 其实强了一点点 那这个动力数据 其实放在 冰锐酷的 Sedan车型上面 它的0-100加速只需要7.1秒 虽然官方还没有宣布 冰锐酷的加速成绩 但预计 应该也不会太差啦 来到第4则新闻 对于BMW的准车主来说 这可能不是一个太好的消息 因为 BMW 很可能在我国推出全新的 订阅制度配套 那为什么这么说不是好消息呢 因为这个订阅制度 是需要你每个月付钱 你才可以使用车上的一些 特定的功能 有什么功能呢 我们先开下去 举个例子 新的收费项目包括了 座椅加热 远近广灯自动切换 先进主动安全配备的使用等等 你都需要每个月付费才能使用哦 那我们就以这个 远近广灯自动切换作为例子 你需要每个月花费40令吉 才能使用这项服务 同时 你也可以选择一次性买断啊 根据外国媒体的消息 其实当你的车子出厂的时候 它已经内置了这些硬件 但是呢 原厂通过一些软件限制 不让你使用这部分的功能而已 因此你必须先付费 原厂会再通过OTA线上更新的方式 为你解锁这一部分的限制 不过呢 近期打算选购BMW新车的 你也不需要担心 因为这个制度原厂还没有正式公开的 它只是在官网上面更新了这一部分的价格而已 因此 具体几十月实行 我们还需要等待原厂进一步的公布哦 好啦 以上就是上个星期的车谈重点新闻 那下个星期呢 我国也会有多款重磅新车要发布 至于是什么车呢 你们可以留守我们的网站 我们会第一时间为大家更新最新的消息 当然 也不要忘记关注我们的TikTok 还有Instagram 那里也会更新很多有趣的用车小知识 还有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加分享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订阅